我家孩子今天才十七 小时候是乙肝携带 今年就检查出了肝硬化 不是说乙肝是个慢性病吗 有的人甚至一辈子带也不发展 咱家孩子十七怎么就发展成肝硬化了呢 这是不是生命就到计时了呀 确实有极少数的人是健康携带者 终身胀胀也没有特殊的硬化改变 这位孩子十七岁 由乙肝发展到肝硬化 是说明他平时没有做正规的治疗 这肝硬在不断的活动 反复的肝细胞坏使增生 逐渐形成了肝硬化 因此他需要做正规的内核治疗 如果到中二期肝病了 也不代表生命到计时 我们现在对于中二期肝病 还有做肝移植的治疗手段 对于良性肝病 这部分病人做完肝移植 是可以长期生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